好的,我们先继续回到比赛啊,张安达的这杆进攻出现了失误,还是非常的可惜 这场比赛呢,是正在直播的2024年的上海大师赛 由这个张安达对阵的是中国小将周金豪 目前是第四局的这个比赛啊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前三局呢,张安达居然被小将啊 直接干到了一个3比0的比分 今天呢,不光是有这个张安达的比赛 在今天的下午呢,也将会有斯加辉 对阵的是这个汤姆福德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直接与奥沙利文展开对决 赛文庆 丁俊辉呢,直接进入第二轮啊 嗯,直接滴干一酷 嗯,直接滴干一酷 嗯,看一下 嗯,直接滴干一酷 选择应该是选择红球的中带 嗯,成功打进啊,利用低分区的这个彩球来进行过渡 直接一个小滴干 嗯,这杆红球呃形成了一个略微向下的角度 这杆红球呃,直接来较到黑球 嗯,如果周静豪能够将,嗯,张安达凌凤的话 这也是自己的一个成民之战啊 这杆红球呃,这杆红球呃,需要呃,走出一个带球堆的一个效果啊 这杆红球呃,需要呃,走出一个带球堆的一个效果啊 嗯,现在周静豪也是刚刚分数实现一个反超 看一下这杆带球 嗯,有没有能够带到 那么这样的话,进攻出现了中段 嗯,只能做一杆防守 41 周静豪,41 周静豪,41 与这个红球擦肩而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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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接下来的美肝还是不要出现失误 来看一下张远达的这杆连弓带手 白球的落球点能否做上一杆斯诺克 效果好像也还不错 漂亮成功解到弹也是给张远达露出了一个进攻的机会 现在双方的比分的来到了32比41 直接低竿一哭继续来叫到黑球 来继续 现在场上的这个悬念呢还是呃最下方的这颗呃 红球 成功打进 16 红球的同一个带口 这根选择第一分区彩球来进行过渡 三分匹呢 绿球的闲见 现在台并呢还有两颗红球43分 呃 张远达呢是领先8分的一个优势啊 这根选并没有选择绿球而是选择了咖啡球 选择 选择单叫最下方库底的这颗红球 赵位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看来前三局呃张远达的这个手感呢并不是太好 嗯 嗯 刀部呢也是回放了一下张远达的这个绕台走位 这根红球的叫位呢不太理想 又是一根大角度啊 不太好打 嗯 本一还是想叫一下红球的左侧底带啊 但是并没有叫到 嗯但是张远达呢并没有去放弃 而是继续来呃拼一下自己的这个这个长台 好球依然能够成功打击 嗯来看一下黑球向上的一个角度 嗯 嗯黄球的叫位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来到了最后的青彩球的阶段 来到了最后的青彩球的阶段 嗯 大比分呢将来到三笔 在三笔零的情况下终于是扳回一局 一根中远台的粉球成功打进 这个手感也是热了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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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